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希望种植公益的活动 这个公益活动今年是19年 那么目前也有很多同学们已经毕业了就业了 据了解将近有30多位返乡服务 高兴能够回到门诺工作 是因为刚好门诺有开职圈 也是刚好符合我的就读相关的科系 因为会想要回来门诺是想说 因为我就是受门诺的帮助很多很多 截至这个年度为止 目前参与的种子共计有143位 而毕业后返乡工作的同学也有30多位 很明显的可以看出这项计划的成效 对于花莲年轻人口外流的状况 也有许多实质的帮助 那么有三位在我们门诺医院目前在服务 有可能三位分别是在护理部 在我们的那个方社科 还有我们社工 那么我们在8月份还有三位要进来 也是这个希望中子的学员 希望中子在门诺共计有7周左右的工作时间 除了会特别针对同学的专长来分配工作任务之外 其中最令同学们印象深刻的 就是门诺专属的社会服务周 然后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就是 每一次都会有社会服务周 对这是我最喜欢 而且我觉得就是会有特别感动的地方 对就是可以以自己的手 以自己的力量 然后去服务这个社会 然后帮助有需要的人 对就像我们一样是受帮助的人 对我觉得如果可以把这个爱 然后把这个感动是传下去的 所以就是很喜欢这个社会服务周 这三周的服务包括替独居长辈喂饭 送餐以及帮社区做清洁服务 对同学来说 这些都是民族珍贵的经验与学习 那每个人都有那个力量 可以去付出去帮助 那就是门诺跟台电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 去见识到那些比我们更需要帮助的人 也能够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也是有力量能够去帮助他们的 希望种子的同学们 除了透过这个工作机会 赚取学杂费之外 其实在工作当中 跟历届的同学们 也都培养了很深厚的情感 对于在门诺的学习 大家也都格外的珍惜 并且希望这个计划 能够持续的传承下去 第一个当然就是因为 要赚钱嘛 能够有这个环境 让大家来赚生活费 学费 学杂费 然后我这次我是被那个 我被分发在那个病例课那边 我是负责掉病例的 然后在当中我就学习到 每一个人都有属于他们记得工作 然后这样子就是跟我们以前的打工 是完全不太一样的 就是有一种 就是记录 就是一个社会的一个那个 就是希望就是一个 进入社会的一个那个缓冲点 就是让你可以借着机会 这个机会 然后提早适应就是 来去工作这样子 那这是第四次就是 算是我最后一次 能够来参加希望种子 因为明年就大学毕业了 就没有机会再来参加 透过观察我可以了解到说 未来我的职场可能 就是要寻的这个方向走 就是可能要做些什么事情 然后可以做一些了解跟观察 然后所以我很开心 能够来参加这次活动 所以我希望 我下次还可以再来参加这样子 下门多学习 为花东的社区关怀 奉献心力 我下次再来参加